請大家打開講義第十五面 河山離二 觀成事 以者難分事以根 那麼這是第二個祭頌的後半段 說這個前五是在了別境界的時候 他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跟進要和和 就是鼻舌生 這三種 這三個是 他的跟進要和和 才能夠了別 那麼第二種情況是分離 就是這個眼是跟耳是 他了別境界的時候 他的根跟進要分離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要有空間 才能夠生了別 那麼這個地方是說明這個是的了別 有和跟離的識別 那麼這以下第二句話呢 以者難分事以根 就是啊 除了大乘的佛弟子以外 都叫做與 包括凡夫 外道 生文 那麼這些人為什麼講與者呢 因為他很難分別 識跟跟的差別 很難分別 那麼這一段偶一大師呢 講到這個根式的差別啊 我們前面有大師講過了 就是五根對境啊 這個根啊 它是一個生理的器官 眼睛啊 一個神經 眼睛的視神經啊 耳朵的紋神經 那麼這種神經系統啊 這種生理狀態跟境界接觸的時候 他的確能夠取到所言盡的相貌 但是他沒有了別性 那麼講一個譬喻啊 講一個譬喻就像這個禁止 起到這個 所言盡的相貌 你拿什麼東西在禁止前面 他就出現什麼 但是禁止對這個東西 他也不會愛 也不會爭 對這個東西 他完全沒有任何了別功能 他沒有分別的功能 但是他能夠起境 他只有起境而已 那麼這個是說明根的功能是這樣子 他沒有嚴厲的作用 但是這個視就不同了 我們看啊 我們看這個 五事嚴盡 五事嚴盡則有自信分別 任應其貪稱吃 然而無有隨念嫉妒兩種的分別 所以不但名言不知為外 仍名賢亮 同時率有義士義父如是 直至尋求等流薪其 方舵彼非惡量之中 那麼這個五事在嚴盡就跟前面的根部一樣了 他有自信分別 什麼叫自信分別呢 任應生起貪稱吃 他有 他有這個貪稱吃的活動 就是有愛真取捨了 這是我愛的 這是我不愛的 然而無有隨念嫉妒分別 這個前面說過了 前五事的分別啊 他只有自信分別 沒有這種 粗的隨念嫉妒分別 所以前五事他不戴名言 他不能說話 這個是禁止 這個是蓮花 前五事他不能講話的 這個是第六事才能夠戴名言 所以他不只為外境 這個時候他的明了性是屬於限量 現前明了 但是不戴名言 那麼同時率有義士義父如是 直至尋求等流薪其 方舵比非而兩之中 這個地方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五句意識在了別境界啊 五句意識 五句意識就是第六意識夾帶前五事 那麼在了別境界呢 有五個次第 第一個是帥爾心 就是你的前五事跟境界一接觸 第一岔羅是前五事或者是掩飾去接觸種種的色法 或者是耳視聽到種種的聲音 那麼這個時候第六意識還沒有出現 還沒有 那麼這個時候你取到這個境界啊 不戴名言 沒有名言的分別 到了刑囚 這個時候刑囚的時候 第二個是刑囚 那麼前面是帥爾 第二個是刑囚的時候 第六意識就出來活動了 那麼所以前五事事實上是一岔羅而已就過去了 那麼下一岔羅就第六意識在夾帶前五事 他做引導了 這個時候就有隨念基督的分別 就戴名言了 開始安立名言了 那麼第三是決定 這個行求是對這個境界開始分別名言 那麼第三個是決定 這個時候對境界升起決定的理解 更深刻的理解了 第四染靜 那麼這個時候就隱身染污跟清淨的心所 或者是善念或者是惡念就升起了 染靜心 第五個是等流 這個是戀戀相續的增長 叫等流 所以這五句語式他有五個次第 帥爾心、行求心、決定心、染靜心、等流心 那麼前五事在活動的時候 他的單獨的作用只有第一剎裸的帥爾 到第二剎裸的群求以後 就必須有第六意識的支柱 假設第六意識這個時候不出現來支柱他 那前五事就退市掉了 就只有帥爾 然後就退市掉了 所以說 同時帥爾意識亦如是 亦如是是表示 這個帥爾意識啊 這個第六意識在帥爾心的時候 他也是屬於限量 所以亦如是 那麼第六意識要什麼時候才落入名言呢? 到尋求等流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升起名言 有名言就落入比量、非量 如果他對境界是一種正確的認識 就做出比量 如果不正確的認識就做出非量 所以這個意思啊 根是不同 因為前五事有了別作用 根沒有了別作用 然此根是之不同 知智唯有禀大聖教以智觀察 方能分之 乃能分之 若以法身文 則便難以分別 寬 凡外乎 這個根是的差別啊 只有學習大乘佛法 特別要學習為式的教法 那麼以這個為式的聖教量啊 的觀察 才能夠分別 如果以法身文 乃至於凡乎外道啊 就很難去分別式跟根的差別 那麼身文人都不能分別 何況是凡乎外道呢 這個根是的分別啊 是很重要的啊 為什麼要把這個根跟式分別出來啊 因為這牽涉到這個 生死輪迴的問題啊 生死輪迴的問題啊 如果我們今天根是不能分別啊 就正如醫學界所說的 你為什麼能夠了別呢 因為你有大腦 你的思維功能是大腦發動的 糟糕了 你的了別性是有根發動的 換句話說 根有了別的功能 大腦能夠思維 你為什麼能看東西呢 你眼睛能看東西 那麼這樣的思想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生命在的時候 你的了別性就在 你死掉以後 你的色身敗壞了 你的心思就斷滅了 就會形成一種斷滅界 就是你的生命不能上去的 因為 你的了別性是由你的根發動的 而你這個根會 老會病會死 當你這個根 死亡了 變成一個枯骨 到最後沒有的時候 你這個人生命也就消失掉了 那麼這樣子呢 就斷滅界了 那麼斷滅界的情況 這個時候 如果這樣的理論成立 我們所謂的歸一三寶 所謂斷惡秀善 未來生積極之良 未來生懺悔業障 都變成沒有意義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所以大正的論詩啊 你看陳薇斯倫 他很堅定的提出種種的論證 來分別根式的差別 我們簡單講一下 這個根式的差別啊 有兩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判斷的時候 因為 根式為什麼差別 因為前五式的了別性啊 他很維繫 他只有自性分別 所以很容易會讓覺得 前五式的了別性 是由根發動的 很容易 那麼這當中的差別呢 我們從兩方面來說 第一個 根是不能了別的 這個第一點 物質是沒有了別性的 那麼這個事是有了別性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根啊 它是一個一手果 它只有一起的果報 你是一個人 你死掉以後 這個人的果報就消失掉了 你下輩子升天 就得到一個天的果報 那麼天的果報 把這個福報想盡了 就道三二道 作為一個豬 所以這個根啊 眼耳鼻舌身啊 有可樂莊嚴 或者不可樂醜嚴的差別 但是這個根 根只有一起 一起的果報 它不能相訊 我今生是人 我今生的身相特別莊嚴 我死不得啊 我希望我把我今生的這個臭皮囊 帶到下身去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說我今生摄身很健康啊 我下輩子 我希望繼續用這個摄身來生活 不可以 你的根啊 生命一變化 你的根就要放棄掉 你要留在這個說法世界 往生極樂世界是心事去的 不是摄身去的 所以這個根是 是噎著一起的果報來說 但是這個事不同 事是相訊的 你現在的想法會 可以帶到你的下輩子去 是的可以 你今生聽聞佛法 栽培的智慧的善根 也可以帶走 好我們講 萬般帶不去 只有諦尊身 什麼叫帶不去呢 就是帶不走你的摄身 你的根帶不走 但是你內心當中 在佛法當中 所欣喜的戒定慧 是可以帶走的 就這點不同 這個事有相訊性 相識性 這個相訊性啊 心事的相訊流動 才能夠建立三世因果的 比如說 我過去在上課也講過 一個雙胞胎的出生 這個雙胞胎啊 是同一個 腹筋母血的瘦筋卵 分裂成兩個射身 那麼他們兩個根啊 眼耳鼻射身啊 是同一個結構 同一個DNA 那麼這兩個 同樣的根 為什麼兩個個性差那麼多 這個哥哥的個性 特別的外向 口才也好 他的弟弟 特別內向 可見的根不能發死 他有他過去生的心事在裡面 他只是心事一直根 比如說你看那個 看那個玄奘大師傳啊 你看那個祖師傳就知道 玄奘大師十三歲 通達社大成論啊 那個社大師傳 我們不要說十三歲 你現在看看 看不懂 玄奘大師啊 他十三歲還是十五歲出教的時候 日聳千祭 一天能夠背誦 一千個祭誦 一個祭誦是四句 四八三十二 三十二個字 他一天能夠背三萬兩千多個字 一部花花經兩天背起來 所以古人說啊 書到今生讀義詞啊 那麼書到今生讀義詞 他為什麼能夠背那麼多呢 你說這個人是偶然的 實際上是不是偶然的啊 那麼 為什麼他的第六意識 他的心事能夠發動這麼大的功能 我們就不能有這樣的練力 這表示一定要有前生 有前生的竄習 才有今生個人個人的善根 比如一個小孩子 我們看一個小孩子剛出生啊 他不能講話 但是你從他的動作當中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小孩子的心思啊 是有愛真取捨的 你看他動作 他不能講話 但是他會喜歡某一個人 不喜歡某一個人 他用哭來表達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在 如果說我們從醫學上說啊 他這個時候還沒接受教育 他的思想的分別是從哪裡來的 一定有前生 做他今生的因緣 就是他前生的欣喜 所以他剛出生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母親也沒叫他什麼 他的老師都還沒叫他什麼 他就有各式各樣的分別 這個分別就是有前生 就是心事的流動 所以這個根是老病死的 但是你的心事是有過去的心 現在性、未來性 所以這個心事的流動 才能建立三世因果 我們看這個經典上說的佛陀 有時候 教育這個比丘 有一個比丘 他還害怕看到佛陀 因為他對自己沒什麼心 看到佛陀就緊張害怕 那麼他也不敢再生團住 因為他看到佛陀就害怕 怎麼辦呢 就自己住住毛棚 住毛棚就是打坐就 渡顧 分成 佛陀要教化他 佛陀不能獻佛神 佛陀獻出一個比丘的色身 跟他在一起住 那麼這個時候鼓勵他 安慰他 他就真的出國 二國、三國、四國 那麼這佛陀就說 這個化身是沒有心事的 佛陀的自在力 佛陀能夠變化出種種的身相 變化出一個人、一個狗王、一個蛇王 但是佛陀不能創造一個心事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醫學上說 說能夠把一個動物給創造出來 複製 其實這個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是怎麼樣呢 我們在這個物質在交和的時候 阿拉也是 這個心是在虛空活動的時候 他動了一個鍊頭就進去了 你看那個 禪宗的哪一個主事 是道信還是宏忍 宏忍大使 大家再確認一下 這個主事阿 是宏忍大使還是道信大使阿 他是年紀大了 他是修禪舟的 但是他的道業沒有成就 沒有同學怎麼辦呢 要轉世阿 身體已經壞掉了 不能再用了 這個根敗壞了 這個老人阿 就跑到這個河邊去 看到一個小女孩在洗衣服 洗衣服說 這個小姐小姐阿 你的房子借我住一下 這個小姐說 你要住房子 你要問我母親去 父母親阿 他說不要問你父母親 你同意就好阿 這我沒有意見阿 沒有意見阿 沒有意見的時候呢 就懷孕了 懷孕的時候阿 這個這古時候的社會 那就是保守阿 沒有結婚就懷孕阿 這父母親阿 就 身體就把他驅逐出去 驅逐出去以後阿 這個女孩子阿 也是很可憐阿 都是你害的 這我也莫名其妙 就生出一個小孩子出來 就丟到河裡去 丟到河裡去 丟到河裡去 他不沉下去 那麼 這個水這樣子流動阿 他也不流動 就保持在眼底 這個小女孩 這個小孩子不得了 就把他抱起來 就做乞丐了 過著乞丐的生活 後來就成為一代主事 這個藏經有 這個事實是這樣 是紅人大師 他是道姓 後來他住是一個道場 把他母親借到道場去住 所以說呢 正常的情況 我們的第八世的投胎 要經過父母的和合 但是有特殊的情況 不必 他那個心事 可以直接 進入到某一個色神去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生命的本質 以心事為主 心事的了別 要一直跟 沒錯 但是不表示 這個根能夠發動心事 不表示這個意思 他是他醫子 所以我們今天阿 開車阿 這個車子壞掉 我換一個車子 把這個舊車子 這個車子不能開 丟掉 就往這個菩提道 這個車子太壞了 也不能拜佛 也不能打坐 這個車子開不動了 高速公路開太慢了 換一個好車子 但是這個人是不能改變你 車子是有變化 人是不能變化 人是不能斷滅你 你換一個車子繼續開 所以這個 更雷是 只有這一期的果報就敗壞掉 但是你的心事 能夠流到下一世去 所以這樣子 就能夠建立 過去的生命 現在的生命 未來的生命 所以有這個三世因果的觀念 才有佛法延起的理論升起 從延起理論當中 我們才知道要歸依三寶 要斷惡修善 為未來的生命積極之良 所以說這個根世的分別 就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這個地方講 以者難分世以根 這個世根根不分 就很難建立三世因果 那麼這個是 從維世的角度 簡單把根根世做一個分別 到這裡也沒有問題 果如 果如法師 好 佛成根跟聖意根 齒別 佛成根啊 跟聖意根都是屬於設法 我們以眼睛來說 你看到眼球 眼球啊 這個叫佛成根 佛成根 它是比較粗顯的設法 它是眼球裡面的一個維繫的神經系統 叫淨色根 那麼淨色根是眼睛不能見到的 那麼這個世 它所依的主要還是依止淨色根 但是這個淨色根呢 它又依止浮成根 所以這個互相有關係 是它依止淨色根 但淨色根又依止浮成根 淨色根 淨色根又依止浮成根而住 但是真正能夠做世所了別 依止的是淨色根 怎麼知道呢 比如說有些人 他眼球看起來很好 他眼睛看起來都沒錯 眼球都在 但是他眼睛不能看東西了 就這個世神經破壞了 他淨色根破壞 淨色根破壞 眼睛不能看東西 所以這個五世同意淨色根 主要的是依止淨色根 這個淨色根是世的依止處 但是問題是 淨色根還要依止浮成根而住 這兩個還有關係 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 我們講這個六根 眼耳鼻舌聲 六根門頭 六根門頭表示什麼 我們造業就是六根 這個門嘛 我們一個人要從這邊門出去 從這邊門進來 好 那 在淨淨經的意思啊 說這個 使如 流轉 生死相遜 為如六根更灰濤 使如 洩脫 安樂妙常 為如六根更灰濤 說我們啊 會生死流轉 是怎麼回事呢 是六根啊 六根造的多罪業 這個門啊 你從這個門出去造的罪業 那麼 那麼我眼睛 我這個 我從現在開始 我眼睛 把它用 膠布把它貼住 耳朵也不要聽聲音了 都貼住 六根都貼住 是不是可以稱佛呢 不可以 因為 使如 洩脫 安樂妙常 也是 依止你六根 也是 為如六根更灰濤 你現在要聽聞佛法 也只要耳根啊 你要去聽佛法 也是耳根啊 所以這個六根是罪業的根本 它也是善法的根本 這六根門頭 那麼六根門頭當中呢 在楞元經 這個 這個二十五元通啊 六根六成六四 就十八 十八個元通 這叫七大 地水火風空根四 十八加七 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元通 每一個聖人 他從每一個法門都誤入元通了 這個時候佛陀說啊 文書師弟菩薩 你選擇一下 這二十五個都可以誤入真主根性 你看看 娑婆世界是哪一個根最好用 文書菩薩就出來 讚嘆 此方真教體 親近在英文 一起三摩地 死以文中入 說這個娑婆世界的這個根性啊 此方真教體啊 親近在英文 耳朵特別利 一起三摩地 死以文中入 就是說啊 這個娑婆世界的六根啊 都能夠誤入佛性 但是耳朵特別好用 就是耳朵第一個 他能夠取到索眼鏡的相貌 就是這個六根裡面 其實眼根也不錯啊 我們這個前五根啊 眼睛也很重要啊 你眼睛有障礙啊 你修行會障道理 你不能看經典 但是耳朵比眼睛更重要 因為你眼睛看東西還要有光明 耳朵不必光明 這表示什麼 你白天可以休息 晚上就不能休息 你沒有光明怎麼休息呢 你看佛像 沒有光明看不到佛像 但是你耳朵聽佛號的聲音 沒有光明照樣聽到 白天可以休息 晚上也可以休息 第二個 你耳朵這個根啊 你在用它的時候 這個耳根它不會累 這個根特別厲害 耳根啊 它的結構就是這樣 說你有兩部車子 你有兩部車子 都可以上你到台北去 但是有一個車子啊 它有啊 只能夠開50公里 就不能開了 要休息一下 你再開這個汽車就壞掉了 有一個車子不必休息 直屈於烈凡城 你要用哪一部車子 用好的車子 所以這個六根都可以修行 二根 特別好 你白天用它 晚上用它 你不會累 不會有累的感覺 它是結構本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養神是因為養神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佛號觀念 不是佛號觀念 不是佛號觀念 你遲大被做也養神啊 是根的問題 你注意 比如說 比如說 你 你要某一個人跟你報告事情 那 他要假借名言嘛 文理再到 第一個 他用文書的方式 他寫了一大堆的報告給你看 第二個 他用口頭上給你報告 那麼這兩個方式 第一個 你用耳根去取勁 取這個文字 一張一張的看 第二個 你就坐在那個地方 眼睛閉住 用耳朵聽他講 哪一個比較不會耗神精神 聽比較不會耗神精神 對不對 這表示什麼 耳根 他不耗神精神 就是說 同樣一件事 人家用嘴巴跟你講 你用聽的 比你用是 眼睛看一看 很累 休息一下 這耳朵在那邊聽啊 不覺得累 不容易覺得累 他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地方啊 是說明這個武士升級的音言 那麼他的一個識別情況 我們再看下一個祭頌 這個是第五四 這是前五四的最後一個祭頌 變相觀空為厚德 果眾猶至不全真 嚴明出化成無露 三類分身喜苦論 那麼這一個是秉二無露的親近式 那麼前面的兩個祭頌呢 是講到有露的雜染式 那麼這一個祭頌呢 是講到這個聖人 這個無露的前五四的一個情況 變相觀空為厚德 那麼這個變相呢 什麼叫變相呢 是變代真如的相狀 變代真如相狀 這個觀空啊 觀察惡空真如 這個意思就是說 前五四不能直接觀察真如 不可以 他觀察真如的時候 要變代真如的相狀 那麼這種智慧是屬於呢 是屬於厚德之所說的 不是根本之 果眾猶至不全真 這個果是講佛果 成佛的果 不要說凡覆不能夠 直接去契入真如 成佛的以後 佛的前五四 這個成所作之啊 也不能夠直接契入真如 他還是一樣要變相觀空 不能直接觀空 好 那麼這個是講到這個 前五四轉成成所作之的一種 情況 那麼這個成所作之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這一下講它的功能 嚴明出發成無露 三類分身 息苦人 這個嚴明出發是大嚴禁止 大嚴禁止一發動的時候呢 這個第八四轉成大嚴禁止啊 前五四同時也變成無露的五四 這個時候成所作之的功能呢 三類分身 息苦人 他能夠變化出三類的分身 來度化眾生啊 來熄滅眾生生死的輪轉 這種苦海的輪轉 好 這是個蕭文 我們看歐主的註解 那麼 分成兩段 先看這個嚴明 變相關公為厚的果忠 又是不全神 看這個記者 此迷五四自果未中 轉為成所作之之時 善解不能慶政真如提慶 但依至世便起真如相昏 以關惡空之離 故非根本自赦 為是獲得自赦焉 那麼這個前五四啊 不要說反忽會 到了佛果的時候 轉成成所作之 這個時候成所作之呢 也不能夠清正真如提醒 那麼前五四在觀察真如是怎麼觀察呢 但依至世便起真如的相昏 就是變相關公 就是從前五四當中 變起了真如的相昏 來觀察惡空之離 詞曲奇蹟 是從前五四到五五個 轉成所作之一 感谢观看